好,看這個人開的房間啊,3V3求虐 既然求虐的話,我們進來玩一下對吧 這個房主應該是網吧開黑張明座 他們應該是一起的 他開的地圖,這個地圖叫做錢多多對吧 非常有錢,而且建造速度也相當快 你看這個小男,這個小男衝動了,你看你這什麼操作,五個坦克衝過來,直接被我掐住頭 整死了五個坦克對吧,我還有四個,我還有四個,我直接串著他家裡來,他離我比較近啊 這個3v3,看衛星就看得到,還有一個紫色跟紅色是我的隊友啊 我們先打鄰居,先打這個房主,這個房主的初始部隊死掉了以後呢,他基地就保不住,直接幹掉基地 然後他就在耳機裡面說對吧,快點快點,我守不住了,他的隊友來救他,你看到沒有 他的隊友來救他,一個去救他,一個來打我家,我們趕快在家裡出一點兵 出一點美國大兵,用美國大兵先防守,你還想打我的基地,然後這邊小力過來救他 小力過去救他,吃我的坦克啊,我這把坦克死掉了,無所謂啊 反正我已經打死了一家對吧,你們3v3,球隊已經死了一個,然後我的隊友紫色也來救我了,看到沒有 我這個隊友紫色打的還好啊,他知道過來幫下我,不要急,不要急 小力的坦克已經擺好的隊形,等我的美國大兵過來,美國大兵過來 然後我們的坦克跟他正面交戰,先把小力坦克吃掉啊 然後小力增援部隊來了對吧,我們先退回來 反正這個地圖叫做錢多多,比較有錢,而且建造速度相當快,你看到沒有 造建築造坦克都相當快啊,這個補給能力也是相當快的 然後我們出個高科技,欸,出個高科技,準備造一個礦石紀念器 再造一個全球衛星對吧,這樣天就亮了 看衛星就看不到,上面還有一個小紅啊,小紅是我的隊友 然後紫色也是我的隊友對吧,我們在這個右邊啊,他們都在左邊 反正現在已經三打二的啊,他們竟然球衣已經死了個,現在只剩下兩個人 兩個人要想打三個人,那估計比較難搞啊,因為這個地圖不差錢對吧 然後我們就多造一點飛行兵,飛行兵也要造一點啊,直接造三十個飛行兵 然後這個小綠呢,這個小綠開局來救他的隊友好像沒怎麼造牛 這個地圖呢,沒造牛的話,等一下經濟就不太好啊,雖然錢比較多 但是你必須要牛車多啊,因為造東西太快了,花錢花的很快 你看小綠啊,小綠來了很多飛行兵打我的框場對吧 我們也造一點飛行兵防守,就不要造防空的啊,就直接造坦克用飛行兵防空 然後我們所有的坦克全部集中,全部集中衝到小綠家裡去對吧 小綠在造光靈坦克,這個光靈坦克呀,一定要有100個才有威力 你這兩三個有什麼用,所以說飛行坦克才是王道對吧 他以為我會給他打發展,我直接打快攻,然後衝過來再把小綠帶走 上面你看,上面那個譚大爺被我的組織隊伍帶走的 那個小綠呢,發展了一下就贏了啊 然後看這個人開的房間名,RVR,會玩的來 既然會玩的來呢,那麼我們只會一點點進來看看對吧 下面的人是我的隊友啊,陳冒冒是我的隊友對吧 這個房主呢,開的地圖叫做埃及之旅啊 不像上一個那個地圖,錢多多,那個錢多多啊 框比較多,看的比較花對吧 而且上一盤的那個對手呢,比較囂張 感覺三分鐘就把他們三個人帶走了 這個房主兩個人估計也是一起的 網吧開黑二連坐對吧 這兩個人就比上一個對手要厲害一點啊 他們說廢晚一點的來,估計是沒有碰到什麼廢晚的對吧 老是贏,所以說他起個房間名廢晚的來 我們先造狗跑開地圖啊,這個小黃造了很多兵 看到沒有,給隊友一個信表告訴他 得小心哦,這個造了很多兵 我這個大狼狗直接咬過來,把他的漏人全部咬掉啊 然後出一個牛,這個RVR離的比較近 最多最多出一個牛啊,不要出多了 出個牛,然後造個蜘蛛 用蜘蛛先去鑽對面的粉色 這個RVR一能對付一個對吧 我先對付這個粉色,直接走過來吃溜 這個地堡放的可以哦,直接把我的蜘蛛點死了 感覺對手打的挺好的對吧 你鑽我,我也甩個地堡,離上網來 你真是我一個蜘蛛,我也真死他一個啊 然後我們出一個牛,就造坦克看看對手 對手呢,好像那個粉色也是出了一個牛啊 感覺這個對手呢,比上一個對手要玩的厲害一點哦 你看,他的發展跟我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說呢,打快攻呢,不一定整得死他啊 因為他這個,感覺玩的還可以 我們先打發展,先造幾個礦場 然後來那個蜘蛛對吧,想裝我的牛 用坦克點啥,沒點到,裝了一個坦克無所謂啊 然後我們就延伸到下面去,踩下面的礦 踩隊友家裡的礦對吧,因為這個埃及之旅啊 這個RBR,我們家裡的礦比較少 因為我這裡只有一片礦,吃完了就沒礦了對吧 我的隊友家裡那個地方有一片小島啊 等一下他可以延伸到小島去踩礦 我這個地方延伸不上去啊,那個小島是粉色的對吧 你看粉色,粉色在吃小島的礦 我這個地方沒有礦,只能把礦場甩在這裡 然後控制牛車到下面踩礦啊 這個對手呢,好像也出了兩三個牛啊 他造了三個礦場,出了一個牛,感覺發展跟我差不多 我們先走過來給他壓力 造力拖兵過來給他壓力 然後出個雷達,準備造高科技出鐵木裝置 因為我感覺這個對手打得還可以 我如果強行衝進去呢,不一定打得死他 所以說呢,保險起見呢,就準備造鐵木啊 然後把牛車拖到下面來,拖到下面來吃下面的礦對吧 我給隊友一個信標告訴他,你來吃這個礦對吧 你不要老吃家裡的礦啊,等下家裡礦吃完了 我沒礦採的,小黃衝過來你看住 你看住小黃,我看住粉色 然後我們出個高科技,直接造鐵木 再出一個雞洛夫啊 然後現在我有一個輻射兵呢 輻射兵帶著動員兵往裡面衝對吧 我有輻射兵,這個輻射兵不要蹲了 就站起來射綠線,看到沒有 就跟那個幾隻手一樣 把他的動員兵全部整掉 整掉以後呢,他就沒有兵了 但是他有地堡啊,有地堡 直接點他的地堡,他又甩了一個地堡 甩了兩個地堡呢,我們趕快往後面退啊 因為現在呢,我的坦克沒他多 為什麼沒他多呢 因為我在造雞洛夫對吧 我沒有出坦克,我在出雞洛夫 Gatling Boring一出來,直接射個路径去炸他家 然後他看我出了鐵木 出了雞洛夫,坦克比較少 鐵木就放在隊友家啊 他打我雞力給他打,雞力爆的也沒關係 打我高科技我直接賣 你別看你多我幾個坦克 你衝進來我有輻射有地堡對吧 你多我兩個坦克怎麼贏 而且我的雞洛夫已經拐在他家裡來了 然後他想打核電廠,你打呀 核電廠一炸就把你坦克炸傷了 然後你走,你走,輻射燙兩下,看到沒有 坦克全部冒煙 然後這個時候呢,我的大黃瓜雞洛夫 拐在你家裡去了,怎麼辦 你還沒有造防空 一個雞洛夫拐進來要他老命啊 這個雞洛夫直接給他炸飛的 看了一下隊友啊 隊友跟那個黃色好像半斤八兩 相互僵持的對吧 我只要看出粉色,粉色馬上頂不住了 因為粉色被我這個雞洛夫拐在家裡 你要衝過來我又有輻射燙 我手裡準備掐地堡對吧 然後雞洛夫直接炸到他家裡來 他只有一個防空,你看 看到我少一兩個坦克,你打得很兇 但是你不防空,你不照防空 全部出坦克,這下好了呀 一個雞洛夫直接給他炸飛了 你看,就剩個基地了對吧 然後基地收起來,就剩個地堡了 現在他的坦克跟我差不多 但是他是殘血的 被我的輻射燙冒煙了 你看一碰就死 然後你坦克沒了怎麼辦 守不住對吧 鐵幕好了 沒地方用 沒地方用了 給堆手套上 你看那個粉色的名字叫什麼 逆我者王 這個果真是王了對吧 逆我者王 他說飛完了進來 然後我們直接幫隊友啊 兩個人一起把小黃帶走